我們過年完之後就有好消息了 麻煩到時候大家多幫我們宣傳一下 好不好 每天都幫我們上那個專稿 我本來就想說 欸 因為我昨天看到他嘛 然後我就說 欸 你是誰 你很漂亮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本來是想說 如果他坐在 他又坐在平面被我看到的話 我就說 欸 你是誰 你來第三天了 要不要跟我回家 我的太太有先帶小朋友回家了 然後 然後 對啊 小孩真的對爸媽來講 就像是禮物一樣 然後我覺得 娶到一個好老婆 真的也是 很有福氣 這個好好享受家庭 聽到你說竟然唱壞事給他 是不是 你看看 我覺得很恐怖 我覺得很誇張 很誇張 對啊 你最後一個人就欲罷不能啊 我沒有了 真的嗎 我沒有想 你覺得還要強制結束 因為其實在 怎麼樣 其實唱那麼久是 對歌手來講是很緊張的 是是是 但是感覺應該歌迷會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啊 所以最後就是還是要 硬來 硬唱一首感覺有 Andy感覺的歌 所以要powerful的前奏給他下去 對 對 不然你可能會真的要唱到12點了耶 不行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三場演唱過呀 你真的是 放閃 重粉 無極限 哇 真的有一種 我現在不知道現在幾點 然後 我只知道現在很多記者朋友 然後我要回答一些問題 你說等一下我沒有想耶 我沒有想 但是我覺得 太太有先帶小朋友回家了 然後 對啊 小孩真的對爸媽來講就像是禮物一樣 然後我覺得 取得到一個好老婆 真的也是 很有福氣 這個好好享受家庭 太太有給我很多打氣 然後 對啊 很愛的太太 然後也謝謝她這樣 其實我太太比較不會跟我講這麼直白 但是我知道她 她其實也是非常 非常愛我 然後 對 這個 愛太太這件事情 就是 有結婚的夫妻 就是應該要這樣 好 那結束後會跟老婆一起怎麼樣慶祝 等一下的話 因為我現在其實 有一種我在哪裡 我是誰的感覺 好妖然 對 因為這個 其實很累 不是開玩笑的 三天每次回去 回去休息的時候 都覺得 哇 就期待明天吧 不要煩惱明天的事情 對 然後就好好的睡覺 所以現在真的有一種 我現在 不知道現在幾點 然後 我只知道現在很多 記者朋友 然後我要回答一些問題 你說等一下我沒有想耶 我沒有想 但是我覺得 太太有先帶小朋友回家了 然後 對啊 小孩真的對爸媽來講 就像是禮物一樣 然後我覺得 娶到一個好老婆 真的也是 很有福氣 這個 好好享受家庭 今年 今年 跨年 又 好像 還是可以 跟歌迷 度過一個溫暖的 一個 時光嘛 所以 也安排著 對 到時候 請 對 對 新專輯的部分 可能要多透露 好啊 謝謝你 新專輯我自己要 錄音的部分呢 這個唱的部分 其實已經完成了 然後因為這次的這個專輯 工作夥伴 有一些他們是住在 這個 L.A.的 的 的 partner 所以可能聖誕節嘛 這個很溫暖的一個節日 可能他們就是放大假 所以呢 我們其實也剛好 如果現在專輯就有很多 後製的進度 一直出現的話 我們也應接不暇 陳倫有講錯嗎 應該沒有吧 沒有 好 因為我們這幾天也在演出嘛 但是呢 應該這個農曆年 過後 會有好消息 所以也希望到時候 各位朋友們 可以一起聽起來 這張專輯呢 它緊扣著一個主題 可是它裡面歌曲的延展度 是很大的 那 希望到時候可以 有一些歌可以 帶給大家一些療癒 這個是 感動啊 所以以前如果我會看到有人哭的話 我會跟他說你 可能就不要哭 但我現在覺得 如果你真的感覺到是很有 沒有 像我當時那個感覺就覺得很 應該是覺得是很幸運嘛 很幸福 然後又被這麼多 反正就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 很有愛的感覺 所以我又覺得我也不想要 就忍 自然的讓他這樣子 表達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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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 那個感覺 也不是 自己也沒有預設到 因為這個演出其實也很幸運去過那麼多地方 很多歌都唱過很多次 但有時候還是會在一些特別的時刻 會有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 很有感受的歌手在台上 我覺得對著大家來講 可能也會覺得 對觀眾來講可能也會覺得 滿 滿有感受的吧 所以切已經沒有那麼緊密了 對啊 為什麼 有時候這個 就是我說的 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覺得很 很有一些感覺 其實上次我在演唱會上面 也是看了一個歌迷哭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是跟大家這樣講 就說 以前我如果看到有人哭 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哭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是 因為這個演唱會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只有愛可以滿意出黑洞 如果你真的是因為被溫暖到 被療癒到 你覺得這個好像可以 愛 很多的愛讓你覺得很感動 很想哭的話 我覺得 就不用壓抑它 對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螢光目前的夫妻檔 真的可以常放散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對 你覺得是正能量就對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正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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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 他有講一個什麼 比較肉麻的話 有喔 可以分享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 應該沒有問題 我講出來 他會 就是有 昨天 我上台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在嘛 在休息室 然後我就 因為我小孩也在 老婆也在 所以我就直接轉頭 出去休息室 我就轉頭過去 就是跟他們說愛你們 這樣 愛你這樣子 就出去了 欸 他竟然訊息 WhatsApp我說 先忘記跟他說愛他喔 因為我都會 我上場前都會喘 耳不噁心 還好啊 真的嗎 你們太不認 你們太不認 你們太對他 你們太對他的那個個性太不熟了 他這個是很 很誇張的 真的嗎 他已經直接說出來 就對了 所以 所以他對這個對他說 是很誇張的 所以 對 我昨天覺得很幸福 我覺得很幸福 老婆你這樣對嗎 所以你們相處是他比較緊嗎 喔對啊 我是沒有在 你是比較 對對我比較沒有在 害羞的 對 這算是一種求生欲很強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大家 大家這個形容蠻可愛的 就是我有看到有人 IG動態好像說 我在這個台上 其實我本來想說 如果今天我老婆 又是坐在這個平面的話 我本來有準備一個 要跟他講的話 可是他今天好像坐在樓上 所以就 可惜不能跟他講 現在講 現在講 我本來是想說 因為我昨天看到他 然後我就說 你是誰 你很漂亮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本來是想說 如果他又坐在平面 被我看到的話 我就說 你是誰 你怎麼那麼漂亮 你來第三天囉 要不要跟我回家 大家OK喔 那老婆是不是快到了 你有想過要怎麼幫他慶祝嗎 因為最近我 最近 最近 我們家的興趣是這個 露營 所以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 就是有添溝一些設備 這樣子 所以 應該 應該會找時間好好的 一家人 因為其實我 要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很緊張 因為 很不想生病 因為你當然是希望來看 每一個歌迷買票進場 光可以看到一個超棒的 哇這個歌手唱的 應該吧 應該歌迷會想要看到 歌手唱 哇超棒的 就是讓我覺得 哇好棒的體驗這樣子 所以 我就是一直很希望 可以維持自己的這個狀態 所以很怕感冒 可是 呃 是被家人傳染嗎 蛤 是被家人傳染嗎 沒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 當然 小朋友們在幼稚園的年紀 他們本來就很容易會生病 因為他們也要長大嘛 要抵抗力嘛 那而且我們 大家又常常 呃 在不同的地方 這樣跑來跑去的 常常穿梭 所以大家其實都要 顧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 所以其實我也是很 很擔心 但是同事們都很照顧 他們也知道我自己超害怕 這個感冒的人 嗯 所以有時候他們還會 他們還 甚至還會跟我講說 比如說 我 這些好像滿多人感冒的人 就 對啊 大家都 很認真在每一個細節這樣 所以其實 要呈現一場演唱會 真的很不簡單 嗯 對